洗烘托完衣服没干 门上还有水汽 朱先生搬新家 买到这台用一个多月 就丧失烘干功能的洗烘托 双十一减便宜 在电商买了这台大陆品牌洗烘托 1月3号就发现烘干异常 东西坏了修就好了 但这才是朱先生头痛开始 他抱怨客服非常难找 从购买电商服务专线下手 联系不到 找到了品牌端 电话也试过都没用 最后加了官方赖客服务 终于回了 但也不是很及时 达了一个多礼拜 1月13号才来修 三个月后清明节烘干功能又袖抖 4月11号17号来来回回 修三次 好没多久又坏了 我多给X 我就想来 我是修完之后 我立刻是 那发现出水的问题 等一下修完之后 我连衣服的问题 上一次来说是什么 净水口服塞 业者好难找 让消费者像无头苍蝇 机器坏了 拖好久才得到回应 也抱怨买了台 很常维修的喜红拖 明明说 全机一年保 出事了还得付400元减修费 当时想着就花钱了事 不曾想过 钱花了还是没好 也不满 说好的保固出事了 怎么又说不算话 上面也要清楚的告知 保固的期限 保固的范围 以及哪些是保固以外的 一些除外的事项 事前跟消费者清楚的揭露 相关的一个具体金额 让消费者决定 是不是要进行维修之后 再派员前往 钱能解决的都是小事 但就是修不好 目前业者表示 愿意换一台整心机给朱先生 只希望这台不要再那么不堪用 TVBS新闻 吴俊文 吴宣彤 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